欢迎各位网友收音广传媒频道 来到2024年9月8日 何林茂和大家主持广传谋论 今天大家看看何林茂一身 好像Indiana Jones的打腕 当然来到一个郊野地方 现在都是秋天的时间 风大 稍微风大 可能大家看这条片会听到风声 不过我都用了一些减风声的设备 希望不会防止大家观看这条《国安全貌论》 这一集跟大家讲就是中共抽水飞虎队 记住飞虎队不是香港的飞虎队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援助中华民国的一个航空中队叫做飞虎队 为什么说中共有抽水飞虎队呢 今天事源就是讲中共转纽约的总领馆 一位总领史黄平最近就是被怀疑 而涉及间谍叫做宣文 是纽约州政府曾经官置到纽约州政府的副幕僚长 这个Deputy Chief of Staff 在州政府里面是相当之有地位的一个官僚 这位宣文在英文的羊名叫做Linda 最近被联邦调查局拘捕 就说她涉及没有登记的中共代理人 就在美国从事看中共说话 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当然还有其他那些偽造文书 签证欺诈 以至到很多不正当行为被控室票罪 为什么有关注纽约总领史黄平事呢 因为黄平他案情透露 高度疑似是涉及这个宣文 会不会是黄平和这位宣文有一些 所谓代理人的一种重属关系呢 黄平是2018年已经开始住纽约了 到现在6年 这件案在9月初提上纽约法院之后 黄平接着那天就去了纽约州旁 纽约法尼亚州去盼望飞虎队的老兵 不当这个老兵 说了美国飞虎队不是华人 是一个西人 叫做Goodrich 在这些消息里面 中共的官网 总领史官网是有记载的 不止是今年 去年也都有去同样探讨 一位黄平探Goodrich 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去过中国 帮中华民国去抗日 说中共抽水 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1949年才宣证建政建立政权 但是这个飞虎队是1941到1945年的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中共厚顏无耻 将一个明明是帮中华民国抗日的 就当做飞虎都是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是颠倒历史 完全是超越历史 穿越历史 这个做法就是因为中共最近经济不是很碰 不是说不是很碰 但是我记得去年2023年11月 拜登和习近平在三藩市 又称旧金山有个拜祭会 已经祝习近平说明要推荐 对美的民间外交 当时就聘请了几百位在美国的商界的大佬 CEO、华士人、扎夫人 在三藩市就有个成宴 另外还有民间外交 原来2015年 习近平已经说明要向飞虎队 要向他们致意 向那些现存的在美国的飞虎队路兵致意 所以驻美国的大使、领事 就排队去访问 去看望这些飞虎队路兵 都剩下很少的了 大家想想 80年了 抗战到现在结束 近80年了 那些路兵是20岁 帮忙去中国做空军打 就是坐飞 抓战机打仗 很奇怪 当时飞虎队不是属于空军 不是属于空军 是美国陆军的航空队 美国航空队 属于帮中国的 是一个军中之军很特别的 稍後跟大家讲一下 黄平就被纽约州长叫做Catty Hold Chor 通常叫做霍楚这位女州长 公开要求美国国务院驱逐她 然后跟着中共方面就说她是离任了 8月底离任 美国的国务院都帮中共说说她不是被驱逐的 她是离任 不过离任到现在还在美国 到何林博录录的时候还在美国 现在应该安排返中国的了 她的任期说到8月底 这么巧的? 孙文被控 控上法庭 今天黄平就跟着要执包袱 而且还要遮遮掩掩 美国的州长说她是被驱逐 要求驱逐 当然 美国的国务院说她是任本离任 而中共方面就说 她到够了 她要回家了 要退休了 这个 中共去 黄平去看这个老兵 也都是叫做 古德里奇呢 都在她的官网那里 去年已经看到了 就说有中央电视台 就在现场採访的报道的 2023年的官网有一些闻 2024年也去探望 那就是说 中共是刻意 将飞虎队 帮助中华民局抗战 就当它是帮中共去抗战 其实当时中共呢 是叫做 抗战呢 就是可能一至三分力就是抗战 其他 大概九至七分力呢 就是扩大自己的八路军 那就是借所谓 所谓的联合抗战之名呢 实际上就是 过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甚至 毛泽东出卖 军事情报给日本皇军 已经是何林伟总 跟大家在这个影片里说过的了 那中共所谓的抗战呢 实际上是笑话一钟来的 那这个黄平就回大陆的以后的去向呢 就未知道 但是 但是他 在九月三日呢 就说 孙文被告上法庭 起诉当日呢 不是第二天的 当日呢 就说 他是在奔捷法尼亚洲探望飞虎队的老兵 刚才我说了 就是古德里奇 在费城市郊的 在奔捷法尼亚洲 在费城市郊 那已经过百岁的老兵了 和探望他家人还拍照 那就 啊 接着 9月4日呢 就说 要淫满 就是归割的了 那飞虎队是一队什么的 空军呢 大家知道飞虎队的 这个关键的人物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当然是陈立德将军啦 陈立德将军呢 就是 这样的 那 那 这位陈立德将军呢 就是飞虎队的队长 那 就 当时 飞虎队呢 大家的飞机呢 在个基地那里呢 就真是 真是有 Flying Tiger 的 的 装饰的 这些装饰呢 那 在现在呢 真是有一个 飞虎队历史委员会 就是简梯字的 那 估计呢 都是中共方面 就是因为要抽水飞虎队来 进行民间外交 那 就看到飞虎队的 飞机臂那里呢 飞机臂那里呢 是有些虎牙 那 这是其中一个镜头啦 那 那 就 飞虎队的飞机 大家看到了 飞虎队的飞机 那 这架飞机呢 就是 有个老兵在前面 那 这个就是 很全其性的 这个飞虎队 那 就 他们的飞机呢 就叫做 P-40 战斗机 P-40 是英国做的 那 当时都叫做 是老旧的飞机 那 但是 居然都可以 在抗战都帮到中国很多手 那 就是这架飞机 P-40的飞机 大家看到 那 这个近镜啦 那就可以看到 这架飞机的形貌 那 他们的嘴 基臂那里呢 那 大家看到 是一个飞虎队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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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大家看的样子 就真的好像 现在空中了 飞着的时候 就好像 抹大老虎口的 一架飞机 那都是威势的 那 就对于 这些日本兵来说 是 都有 心理上的 震慑的作用 那 陈立吉将军 那 他当然不是姓陈的 是 Chanot Chanot 那就是 他是1893年出生的 这位陈将军呢 那就 原来是1937年 1937年 5月才第一次 应约 又来到中国 1937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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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飞虎队的 评价呢 真的 中共呢 我说抽水 真的不是冤离他 他最初对飞虎队的评价 那 在1949年之后呢 是很差的 就是 骂到他一只剧 那 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些评价 两岸对陈立得中军的评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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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跟日本對抗日的時候打日本人 而且在戰後也都始終堅定 陳立德中軍擁護中華民國 他在四五年之後回到美國 但是接著也很快也回到台灣 去幫中華民國建立一些民用航空隊的 所以國民黨始終都將陳立德視為 在美國最忠實的友人 真是幫你出生入死 去打仗 我會講一下他們的戰績 所以陳立德能夠以寡敵眾 在緬甸所謂陀風的行動裡面 屢見其功 也都在緬甸和中國戰場上 擊敗日本的陸軍航空隊 曾經參加中美中央日子 中華民國的中 中美空軍運合團 有一位大使叫做夏公拳 他說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 在陳立德的指揮領導下非常堅強 他的戰鬥技術是舉世無雙 因為陳立德用英國人都不要的老舊的 P-40飛機打了勝仗 幫中華民國起碼都是在西南 在喜馬拉雅山陀峰 陀峰即是落陀的陀 起碼那裡的高山 飛機都很危險在那裡打仗 原來設置在台北228紀念公園的飛虎隊 陳立德將軍同將 後來就移到新生公園 2006年8月10日 台灣的空軍第41聯隊 聯隊長田在邁少將 有鑑於這個聯隊的前身 是隸屬於陳立德將軍下核的第十四航空中美運合隊 直至第五戰鬥大隊 而且陳立德對中華民國貢獻之舉 因此就寫信給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 希望他後來得到的同意 就將這個銅像移至到花蓮基地的第401聯隊的對史館 和這個相關文物資料以紀念館的形式永久保存 就是陳立德的同將 那就去到花蓮了 而且是由當時由陳立德將軍的遺商 陳香梅女士 由美國回到台灣是揭幕的 好了 講到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的評價 今天講到中國共產黨方面 很清楚大家聽著 你剛才聽我說黃平 走去看望探訪飛虎隊的老兵 真是以為很有情有義 你看看中國大陸 就是共產黨在五十年代 將陳立德定為反動的非賊 非是非行的非 賊就是偷野的賊 說人就是非賊 這是五十年代的時候 人民日報刊登陳立德空軍隊 屠殺中國人民的證據 這篇文章 還有美軍曾肆意凌辱 劫略我同胞 昆明市民憤怒控訴 並揭發空中強盜陳立德罪行 聲稱陳立德 用運輸機當光炸機參與內戰和反讀 並出版了一些公仔書 非賊陳立德 共產黨做個好事 真是不能夠不跟大家講 好東西來的嘛 共產黨當時是1951年出版的 非賊陳立德 這些什麼漫畫書呢 這些抵毀 數臭 抹黑陳立德的說法 一直持續到什麼時候 持續到三十年之後 去到八十年代 當這個中共開始要對美國開放 要討好美國的時候 就對陳立德的評價呢 就開始反轉豬肚 本來反轉豬肚就是嘟嘟 現在就反轉再反轉 視為 就是很有 就是對中國很有貢獻 其實對中華民國很有貢獻 他就將他抽水 將他就是偷換概念 移發節目 就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有貢獻 那麼1984年的6月 當時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 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張愛平上將就說 陳立德、張軍 是中國的國財 為中國的抗戰 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那專態呢 這個是張愛平 中共當時的國防部長 大家不要聽錯 最初就說他是非賊 現在他說 為中國抗戰 不可磨滅貢獻 未完啦 2009年8月 陳立德同將 在貴州 在貴州的黃平縣 的舊州飛機場舊子結幕 因為當時的飛虎隊 曾經在貴州雲南 那裡是有基地的 有基庫的 到2010年9月 美國前總統他特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陳豪蘇 一起為坐落 紫江機場 飛虎隊紀念館的陳立德、張軍 雕像 結幕 未完啦 2012年5月 時任中共軍委委員 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 梁光烈上將 就說 制二戰期間 陳立德、張軍 率領飛虎隊 與中國人民 一度抵抗日本侵略者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曾經支持幫助過我們的老朋友 2015年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習近平 向陳立德的遺商 陳香梅 攀發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章 此外 江蘇南京抗日航空列士紀念館 也有關於陳立德和飛虎隊的介紹 大家看到 中共因為那種政治 那種利用 真是無底線 要用你的時候 就說你天上都沒有這麼好 當要踩你那時候 就要 講到你一文不值 踩你那時候 陳立德將軍 剛才我說 要介紹一下他的生平 這個給中共 最初說他非拆 然後就說 中國一元的留朋友 中共這些 翻手為雲、覆手為語 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後一次 每次都是這樣的 他們完全是按政治需要 為了要和美國談生意 要拉一些美資和美國人民的感情 就要搞民間外交 就把陳立德 就50年代說他非拆 說回今次就是一個飛行英雄 陳立德就是1937年的5月 就應約去到中國 當時中華民國 6月3日就見蔣宗正和宋美玲 就得到當時的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玲 就委任他是顧問協助中華民國發展空軍 通過考察陳立德德之意 國民政府名義上有500架飛機 實際上只有91架可以起飛戰鬥 你想想 1937年 盧溝橋市面就是兩個月 就是一個月之後 他六月就見了蔣介石、蔣宋正和宋美玲 一個月之後就在盧溝橋市面 500架飛機只有91架可以起飛戰鬥 到了1937年的7月7日抗戰爆發之後 陳立德就真的去到南昌主持 這個戰鬥機隊的最後作斷訓練 按照蔣忠勝要求 就請了一些外國兵團 包括法國人、美國人、荷蘭人和德國人 以至到其他的外籍機械員 用了幾萬美元買了12架飛機 包括伏爾梯、諾斯羅普、納斯羅普 還有這個馬丁、諾歇 今天都是美國這些軍工的飛機廠 就買了12架重型軍閘機 就用這些外籍兵團 即是飛行隊 以及飛機在1937年組成 由美國人 即是民司舒米德 為中隊長的一支外國僱傭飛行隊 就叫做國際志願隊 簡稱國際中隊 中是中間的中 是中國的中 但是雖然是由蔣忠勝高薪聘請 但是不受中華民國空軍指揮 只是受航空委員會顧問 陳立德領導 形成軍中之軍 到了1938年1月 就改名國民革命軍空軍光炸航空兵第十四隊 編制有115人 就住在武漢 後來就調去湖北的孝錦 到了1938年2月7日 即是七七奴溝橋事變之後 大概半年 第一次實戰開波了 七架轟炸機 在陸軍第二師地面人員指引下 轟炸位於航浮附近的日軍陣地 到了1938年年初 日軍飛機突襲 當時國際中隊的集中地的孝錦機場 孝是孝順的孝 感覺的感 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 十幾架 由於加滿汽油和彈藥 就在飛機場那裏在跑道上就被日機全部炸毀 結果今次國際機隊就只玩了一年都不夠 1938年的9月被航空委員會下令解散 那這個陳立德中軍就第一次初試俄都成立這個中隊 結果就失敗了 然後去到1938年的8月 按照宋美齡要求 陳立德就轉去雲南的昆明 去籌辦航空學校 當時已經開始準備安排遷刀 所以去到昆明 到1940年 當時陳立德就和羅斯福總統 要求在中國用空軍來幫助打日本 羅斯福總統贊成陳立德為中國組建空軍 首先要援助盟國武器的租借法案 大家知道第四個大戰時 美國的租借法案是很出名的 為中國提供了100架 剛才我講的那架老爺機P-40戰鬥機 同時又准許美國退役或者被役的美軍 到中華民國參加志願隊對日作戰 這樣就在1941年開始 這枝真的組成了 這枝就開始叫做飛虎隊了 1941年9月1日 美國自然隊大隊 設在雲南的內運的中央飛機廠 到了1941年11月 分為三個中隊 第一中隊 第一隊叫做亞當與夏娃隊 飛機就游上了亞當圍著蘋果追夏娃的圖案 挺有趣的 很可愛的玩這些 第二隊叫做熊貓隊 這隊飛機沒有畫熊貓 但是畫有飛行員的漫畫像 第三隊就叫做地獄天使隊 這個飛機都畫有姿態各異的裸體天使圖案 當然他們的機備 每個都有飛虎的牙齒 1941年12月20日 第一場戰鬥 記住41年的12月 是珍珠港事變 大家知道了 12月第一個星期 剛剛那第一個星期就出現了珍珠港事變 日軍就是炸這個夏娃夷的美國的軍港 那個密蘇里艦被他炸到飛起 在同一個月 組建了之後 這個就是真正的飛虎隊 剛才第一批那些在孝錦那些 就是小事牛刀 那十幾架飛機就被日本在帕道上炸了 這次就是41年12月20日 第一批日機向雲南飛離 昆明機場所有飛機都升空迎擊 所有飛機 你知道有多少架的了 那麼出師告捷 那麼當時入侵的日本的戰鬥機有十架 有六架被擊落 就有三架負傷 那麼這個志願隊就是飛虎隊 沒有一架飛機損失 到了1941年12月 日軍就向英美宣戰之後 大家知道珍珠哥事件之後 日軍向英美宣戰 而美國也都向日本宣戰 飛虎隊曾經去到陽光 協同英軍作戰 在兩個多月的空戰中 英美戰機對日作戰31次 共擊落日機217架 那麼然後1942年 那麼就宋美齡就致電陳樂德 要他出任駐華空軍指揮官 升他就準將 那麼42年5月之間 美國 不是這個飛虎隊 三個戰鬥機中隊 多次同日軍作戰 那麼都是十分之 就是戰果十分之好 那麼就稱為飛虎隊 到了42年的7月3日 那麼就這個飛虎隊呢 飛機越來越多了 那麼就在中國緬甸 就是陀峰那邊 就是印度、芝蘭 還有就是 就是越南那邊 就是越南北邊 再加上這個 就是 在馬拉雅山 就是西藏那邊 就是陀峰任務行動 作戰七個幾月 空中損失了12架飛機 和地面被摧毀61架的代價 就取得擊落了150架敵機 和摧毀了297架敵機的戰績 就是大家計算一下 整個飛虎隊 它叫做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 簡稱飛虎隊 陳立得被晉升為少將 那又用500架飛機的代價 飛虎隊 在陳立得主飛 就在整個 41、42、43、44、45 這個四年多、五年 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 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敵方 雙船和軍艦 1945年的7月 陳立得就辭職 當時日本都未投降 就是投降之前那幾天 就離開中國 就是8月1日離開中國 大家知道日本是在1945年的8月15日 就第二顆原子彈 之後就投降 陳立得離開中國之前 就獲當時的蔣委員長 民航空運袋 47年 陳立得和曾經在南京 中央通訊社任記者的陳香梅小姐 結婚 記住 陳立得第一次來到中國 1937年那時44歲 到他抗戰勝利那年 他就52歲 他在中國大陸都是8年 中共和國民黨 所謂中國抗戰就是8年 他8年都在中國的 1948年國共內戰 這個在台灣的民航空運隊 又幫助蔣介石空運國軍的軍隊 就是幫忙去對付共匪 1949年他協助 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和國軍部隊 空運當然是將那些人由大陸運去台灣 也都是為美國CIA提供服務 他本回憶叫做一個戰士的道路 The way of a fighter 是在紐約出版的1949年 到1958年陳立得在7月27號 訂誓於美國首都華盛頓 就是享年65歲 下葬於亞靈頓國家公務 好 看到陳立得中軍對中華民國的貢獻 由大陸一路去到台灣都有幫忙的 但是中共現在恬不知此 就說陳立得飛虎隊幫中國 那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他硬將他移花之木搬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一日都沒有幫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 他就將陳立得罵成是非賊 是壞人 是美帝裏面那些這樣的間諜之類 還是殺平民的一些兇手 結果30年河東 30年河西 去到80年代和美國要做老朋友了 就將他反轉 就說我們是老朋友啊 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說 中共現在要抽水飛虎隊 目的不是珍惜飛虎隊 幫中華民國抗戰 只不過想利用飛虎隊 去抹著美國的人心 希望他們顧念 我們都這麼重視你的貢獻 我們每年找一個 古德里奇 已經找了幾年了 還有其他的在美國飛虎隊的老兵 中共都是做這樣的工作 就做到滴水不漏的目的很清晰 大家搞同一戰線 向美國老兵 特別是飛虎隊的老兵搞同一戰線 利用他們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即是中共向他們施壓 要對美國好一些 這個就是今天光全貿論 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聽清楚 中共這些所謂 騰飛虎隊這些荒謬的行徑 和它的謬論 因為這個謬論 當然是何人說這麼謬 就是絕對不荒謬 就是用謬論來講 中共的荒謗 就貼貼不過了 好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記得按個like CLS 我們這獨立頻道 很需要大家幫忙的 希望大家在看完之後 也都是對 現在今天是九月 抗戰都結束了 都近八十年了 四五年到現在 差一年就八十幾年了 我們都要對抗戰犧牲的軍民 遙遙之經 這些都是沒有他們的犧牲 我們怎會有今天和平日子 怎會有今天這麼好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拍一段影片 看一些農家樂 這樣就 都是犧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換回今天的和平的世界 所以我們做人都是要真誠 都是不可以好像中共那樣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那麽 那麽可能我們都是希望 各位網友都是心 要全有良善的想法 對於事實 對於很多真相 大家一定要堅持 一定要對於一些人歪曲 或者說那些醜 和那些假的東西 那麽我們一定要疾惡而受 要摘善故執 好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節目時間再聊天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